你当我什么人呢 润滑剂 凭什么呀 因为我来这个舞台 你来这个舞台我就该给你当润滑剂吗 你觉得全世界的男人或者全世界的人都要欠你什么吗姑娘 我们不欠你任何东西 说难听一点没有家教 我平时不是这样 我不相信你平时不是这样 他信不信 这个被图雷老师说没有家教的女人叫小周 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小周把主持人都给得罪了 竟然在舞台上称主持人是润滑剂 站在小周对面的是他的男友小李 两个人可以说非常的有缘 小李的高中同学是小周的大学同学 两人因为社团第一次相识 彼此可以说都没有什么印象 第二次相见就是在天津的一个招聘会上 两人偶遇后互生好感 彼此留下联系方式 慢慢的走在了一起 之前的时候我觉得他对我特别好 从他告诉我的那些信息里面 我了解他大天是做生意的 通过小李的聊天中 小周发现他是做生意的 最基本的经济基础是有的 因为小周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母亲一个人把他养大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对找对象 小周还是希望找一个条件不错的对象 两人在一起后 之后然后他给我买了一条六千多的项链 当时我特别高兴 说起项链小李就起步打一处来 他觉得女友竟然还好意思说出项链的事 自从上了舞台以后一直都是小周在说 小李几乎没有肯生 可是说到项链小李似乎开始有了反应 项链呢 跟朋友关节丢了 那是不小心丢的不是故意的 说到这里主持人追问小李 目前两人的矛盾是觉得小周不是爱你的人 而是爱你的前队吗 小李还没来的机会的 小周马上出言解释自己并不是那样的 一直以来他都对男友特别的好 本来两人感情很稳定 可是一谈到结婚 无数的矛盾就找上了门 结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就一个一个一个接一个的出来 然后他又不正面跟我面对 然后老师在我心里面画的问号 问号 我现在很迷茫 我不知道我还要不要继续这样等他回答 等下去 小周觉得自从谈到结婚后 这段感情就很没有安全感 男友从来没有提过带自己去见他的父母 可是小李却觉得两个人都还没有谈妥 如何见父母呢 现在见过他的父母 都要结婚了 为什么还不带姑娘去见父母 那我们两个人现在就吵成这样 如果说我把他振刀就带去见我 他每次都是陪三祖四的 小编觉得这两个人真是奇葩 情侣都是感情到位了 双方父母都见过并且赞成祝福 然后才会想到谈婚论嫁 而小周和小李连父母都没有见过 只是刚刚说到结婚这个词 就出现了这么多的矛盾 小周的意思结婚要彩礼12万给自己的妈妈 小李的态度明显是一分彩礼都不想出 这点也不对的 既然两人在一起都谈到了结婚 那什么都还是好商量的 小周已经把彩礼降到了6万 而小李还是很不满意的态度 小周表示恋爱这么久 男友就送自己一次礼物 就是那6000多的项链 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送过礼物 除此之外 小李每天都只穿那两身衣服 我之前也说过 你自己该买还是得买吧 他说低调 父母有钱是父母的 然后付不过300多 我勤俭节约 当时我还觉得他这个人不错 男友勤俭节约是好事 但是小周后来越想越觉得事情不对 就算在节约也不至于就穿两身衣服吧 而且从来没见过小李买过衣服 主持人忍不住的问小周 如果小李家的经济条件就是不好 这个婚咱还结吗 不好的话 他还得满足我其他的要求啊 你有替我着想过吗 我怎么没替你着想 台里我就很少了 我没有说他有多少钱 我就说咱们能出多少出多少 咱们得意思意思 对不对 在小周的心里自己已经很让步了 母亲含辛茹苦的把自己养大 现在女儿要出嫁了 难道就不该给他点彩礼吗 否则亲戚朋友也会说钱话的 而小李就是不想遵循这个形式 他说他们家没那习惯 这个在中国很普遍 这不是我刻意要刁蓝 我就特别讨厌这个风俗 除了彩礼风俗的是 两人在结婚后定居的房子上面也有分歧 因为两人在天津都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小周的意思是在天津定居买房 可小李却说 在河北老家父母已经准备好了二层楼的婚房 既然男友老家都给准备好了婚房 回小李老家河北结婚 小周也是同意的 只是母亲就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结婚后母亲自己一个人在湖南 小周很不放心 想让母亲以后跟着自己生活 也好计较的 不得不说 小周真是一个孝女 而小李的态度明显是不想丈母娘来和自己过日子 总是以关心对方为由 来道德绑架别人 目前两人之间矛盾重重 第一就是彩礼达不到共识 第二就是女方的母亲以后是否在一起居住意见不合 小周表示 还有一件事情男友做得很过分 有一个朋友公司倒闭了 想让小周帮忙找个工作 小周一直以为男友家里是做生意的 安排个人应该不会有问题 他直接告诉我说 我妈不缺人 遭买了 你说这什么态度吗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不是朋友不朋友的关系 那你说你们爸妈是做什么生意的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 我就不答应人家 对不对 而且还有这样的话 朋友在背后怎么议论我 一说到家里的生意 小李的表情明显很不自然 到底是真的讨厌女友想把朋友安排进家里的生意 还是家里根本就没有生意可安排呢 小周一直在喋喋不休的说 根本不给小李说话的机会 搞得主持人都已经不耐烦了 两个人都不能心平气和的沟通 谈和结婚 小周心里有很多的疑惑 每次他向男友要答案 小李都选择摔门而出逃避的态度 主持人好心想让小周把问题一一说出来 他帮忙中间转述沟通 可小周却觉得直接点比较好 直接你们俩不是谈不了吗 你中间讲话呀 我讲话 你当我什么人呢 润滑剂 凭什么呀 因为我来这个舞台 你来这个舞台我就该给你当润滑剂吗 你觉得全世界的男人或者全世界的人都要欠你什么吗 姑娘 小周着急起来的态度的确挺烦人的 主持人也是好心 他竟然在舞台上公然说赵川是润滑剂 搞得大家都非常讨厌的 自己心里有疑惑就慢慢的去解开的 而不是一连全世界都欠你的样子 小李不愿意带女友见父母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究竟是因为家里生意的大小 还是因为别的呢 你到这个分上你应该说实话 坦诚相见是最重要的呀 小李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自己家里有个小超市 有什么丢人的呢 谈个恋爱还要欺骗女友说家里是干生意的 还要装大款给小周买六千多块的项链 这样的虚荣心真是让人头疼 自己本来就没什么钱 竟然还担心女友是涂她的钱 太可笑了 你现在自己有积蓄吗 有一部分 我们这个把闺女儿嫁出去 都需要男方家给点聘礼 这个你能接受吗 比如我去超市里买东西 我拿一个东西 完了我给你钱 这是理所应当的 现在我把她取过门 完了我给她妈钱 这不跟那个性质 小周听到男友的话 心里真是非常的郁闷 原来男友一直都在欺骗自己 现在都已经有感情了 小周表示 最少要满足两个条件才可以结婚 一是彩礼 打个折六万也是可以的 二是母亲必须过来一起住 尽到赡养的职责 小伙子 他母亲未来的养老 你打算怎么做 因为我之前考虑到 可能会过来这边不习惯的问题 但是如果单单把老人扔在湖南那边 可能会比较孤单 所以说我曾经给他过提议 说在那边给老人再找一个老伴 所以我觉得他这就是在推卸责任 小李的话是有点推卸责任的意思 人家就一个姑娘 而且还是嫁到了外地 身为子女赡养老人是天经敌义的 可小李却能想到给老人找个老伴 都不愿意把老人搬来一起住 小李和小周因为结婚造成的矛盾太多了 接下来还是听听嘉宾们的意见吧 谈恋爱就是一桩亏捧生意 而不是从对方身上得到 他有六万块钱 他那六万块钱当彩礼 过一下手马上还给他行吗 可以 你能接受吗 我是特别讨厌这个形式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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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想走着来 你这个有些事不能完全怪了一家姑娘 你有一些问题 你真的有六万块钱吗 你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也撒谎了 你没有我可以把我的积蓄拿出来 你看 男人可以没有钱 我就是怕如果真的说出来之后 他会放弃这种感情 从小周的回答来看 他只是表面看似强势 其实内心还是对小黎有感情的 彩礼只是为了让母亲在亲戚朋友那里有面子 他甚至为了男友愿意自己掏腰包来当彩礼 这个姑娘还是很好的 你要是真的怕别人惦记你什么 你得想想自己兜里到底有什么 而事实上是你先不坦诚 其实女方也不是没有问题 过分的不在于你要什么 而是你的那种气势 说男听一点没有家教 其实你真的是想要十二万六万吗 不是 其实你后来也说了 我愿意自己倒贴拿出来多少 其实十二万六万代表的是什么 在你心目当中代表的是 我在你心目当中分量到底有多重 我相信你母亲如果今天看到你的这番表现 也会很失望 会觉得很丢脸 正如主持人赵川所说 男方最开始就不诚实 而女方一直得不到自己内心疑惑的答案 逼问纠缠甚至失去自我 他们彼此是否能接受对方呢 我承认我之前骗了你 我知道目的什么的可能没有办法解释 但是我这么做 你真的是怕失去这段感情 我问你问题的时候 你就应该认认真真的 好好的跟我谈 我会理解你的 我为什么提出来要好好跟你谈 我就是想听听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心里怎么想的 爱情其实很简单 它与金钱无关 而小李和小邹从一开始就选择了隐瞒和欺骗 所以才走到这一步 是选择以后坦诚相对 还是就此分到扬镳呢 最终他们还是选择给彼此一个机会 看视频的您 又对他们的故事有何见解呢 欢迎关注小波罗 评论留下您的观点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